Hello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又回到我们的故事时间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讲的故事是 青蛙小华的故事 下雨了 青蛙们都好开心 它们最喜欢在与天合唱了 其中最爱唱歌的就是小华了 小华今年六岁 不管是晴天 还是阴天 或是雨天 都能听到小华唱歌 六年前 小华的妈妈 在池塘里生了好多蛋 后来它变成蝌蚪了 其中一只就是小华 大家一天天长大 慢慢长出脚来了 它们的脚越来越长 尾巴也慢慢变暖了 最后它们从蝌蚪变成青蛙了 哥哥姐姐们都去了别的地方住 只有小华留了下来 晴天小华唱歌 明天小华唱歌 雨天小华还唱歌 晚上小华也唱歌 春天它唱歌 春天它唱歌 鸟儿也一起唱 夏天它唱歌 蜜蜂蝴蝶跟着唱 秋天它唱歌 秋天它唱歌 松鼠也一起唱 冬天它唱歌 雪花片片跟着唱 秋花真的很爱唱歌啊 各位小朋友明明也喜欢唱歌吗 你们都唱一些什么歌呢 你们都唱一些什么歌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习 说一次这个故事好吗 下雨了 青蛙们都好开心 它们最喜欢在雨天合唱了 其中最爱唱歌的就是小华了 小华今年六岁了 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或是雨天 我们都能听到小华唱歌 有年前小华的妈妈 在吃到人生的好多餐 后来它变成蝌蚪了 其中一只人就是小华 大家一天天长大 慢慢走出觉来了 它们的脚越来越长 胃膀也慢慢变了 最后它们从蝌蚪回到青蛙了 有的几几个都去了别的地方处 只有小华留了下 晴天小华唱歌 雨天小华唱歌 雨天小华还唱歌 早上小华唱歌 晚上小华也唱歌 春天它唱歌 鸟儿也一起唱 夏天它唱歌 雪花遍遍遍遍遍地唱 雪花真的很爱唱歌 哇 大家都说得非常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 我们下次见啰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